OK,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一阳老师 对于我们电池盒的拉伸或者说我们的电机拉伸 这个呢,常见的可能有两种形式 第一个是属于我们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属于我们机械手 这个属于我们的机械手送料的 这种呢,相对于就是对于我们的成本来说 它的管控就稍微就没有那么复杂 不过它就是相对于是每一节每一节就送的 这叫机械手 不属于那种料袋送料的形式 除了这种以外呢 接着我们下面要介绍到这种 这种呢,就属于我们的拉伸膜用料袋接起来的 用料袋接起来的 这种的话就属于那种非常小的 像刚刚我们那个比较大 它可能用这种料袋就包袋 所以说用机械手 而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用 用我们的整个袋着点去给它进行送料 这种呢,说白了 它就是速度会更快 效率更高 不过这种小的它的难度 可能会更加的难一点 因为拉伸模具越小 拉得越高 它越复杂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最后面的话 它有侧冲,还有我们的吹气吹出去的 这其实都是一个难点 所以说关于这个拉伸膜 这块呢 小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了好几种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拉伸方面的一些疑惑 欢迎大家进行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